好通勤時間多長才算合理呢 有一個嘉義的民眾就說了 就在地的民眾只要單趟車程超過15分鐘 他們就認為很久了 但是有聽過像是北部人通勤時間 大概半個小時以上 甚至還有從新竹台北來回三小時的朋友 讓這個在嘉義的民眾說真的很難以想像 不過實際上問問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就會覺得其實像這樣子的半個小時通勤 很正常啊 他們都可以接受了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北部的房價比較貴一點 而且有比較常會塞車 是最主要的通勤原因 好但是實際上要告訴大家這個數據 就是說交通部資料顯示了 這個其實在基隆的部分 是最長的大概要半個小時左右 那連江的部分大概是時間最短的 好繼續還要來看的是 這個通勤時間其實跟健康的部分 也是蠻有關係的 發現每次通勤 如果超過這個五個小時的話 就會變成這個比較會影響到自己的健康狀況 我們下次見 要說實際是 超過這個大τοia 好 我們來不會 我們來看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